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二位介不介意 啥事 但是 萧总她不喜欢孩子这件事情 大家可是都知道的 这个视频更坐实了 萧总她是讨厌孩子的 艳童 这就不好了 可他们是怎么看见这视频的 萧总多有名的一个人啊 那上网一搜 就全出来了 其实萧总这个人做事 还是很认真负责任的 她一切手段的目的 都是为了这间月子中心能够更好 为了妈妈跟宝宝们 能够过得更健康 更舒适 只不过她做事的风格 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 我跟她谈过了 等她从医院回来 她回去调整跟宝妈之间的关系 到时候这事都过去了 至于艳童 那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嘛 还是莫大夫厉害 连萧总的三观都能改变 其实萧总这个人 还是很正直善良的 她没什么心机 我们不管给孕妇提供 一日午餐 我们还为家属们提供 甜点和下午茶 包括还为产妇提供了 免费的专家咨询 形体恢复 瑜伽课呀 等等这些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咱就定制吧 我觉得也挺好的 那二位要是考虑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填个信息表 好 稍后呢 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给你们联系的 但是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二位介不介意 啥事 perspectives 林生 立赤 莫大夫 你就是这里的医生 是啊 您好 那行 今天麻 incorporates您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老婆我们回去吧 你都不再转转了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男的太小心眼了 不喜欢了自己老婆坐月子的时候呢 旁边有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 这两天这种情况好几次了吧 不过莫大夫 您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毕竟呢 现在传统的家庭还是占大多数的 可我是儿科医生啊 我只是负责宝宝 这事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你好 我是月子中心的李主任 就是你们之前咨询过的那家月子中心 您看您妻子正在哺乳期 有个男医生处处近近的 肯定不方便 是啊 他还得给您妻子做检查 磨来磨去的 是是是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待会儿呢给你发个链接 您可以就您对这个男医生的不满意 在我们的平台上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我回头啊跟我们的领导反馈一下 是是是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谢谢您啊 好好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对 对 好